通胀反弹 美国三月CPI同比上涨3.5% 降息承压 美国总统拜登喊话力挺 但有二次通胀 美联储六月降息极无可能 市场预期不低 主要经济体抉择或将分化 美联储降息计划受阻 世界经济影响有多大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玲 今晚我们来关注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动向 当地时间4月10号 美国三月份经济数据出炉 数据显示 三月份美国的CPI同比增长3.5% 是2023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远超预期的通胀数据 让华尔街股市随后应声下跌 市场分析认为 最新通胀数据 不仅打击了美联储官员 对于实现2%通胀目标的信心 也极有可能打乱 美联储原本启动降息的计划 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 这意味着什么 高通胀是否会卷土重来 而全球都在观望 美联储何时启动降息 这次降息真的会搁浅吗 我要这些话题 今晚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魏亮 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 美国三月份CPI的相关数据 据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的数据 三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CPI同比上涨3.5% 环比上涨0.4% 高于市场预期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三月份美国核心CPI 同比上涨3.8% 环比上涨0.4% 这也是核心CPI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市场预期 具体来看 能源价格继二月大幅增长后 三月环比上涨1.1% 其中汽油价格环比上涨1.7% 占CPI比重约三分之一的居住成本 环比上涨0.4% 涨浮予二月持平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1% 分析认为 尽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已经位于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美国通胀整体仍面临反弹压力 我们看到美国三月份的通胀是在超预期 CPI同比上涨了3.5% 环比上涨了0.4% 距离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有越来被拉大的这样一个势头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数据的上涨 应该说呢 就是应该是美国的 他这样一种政策错配 和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的动荡 共同引起的 从政策错配这方面来看呢 拜登政府呢在他上台以后 通过了四个法案 分别是救援 基建 救业 这个芯片和这个通胀削减 那么这些法案呢 他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财政刺激的方式来实行的 一共超过了4万亿美元 占到了美国单年GDP的15%以上 那么这个东西呢 有的钱虽然还没花完 那么有的钱投得很慢 但是它对经济社会的刺激是持久的 也就是说从这些 现在的这个通胀数据里面来看呢 你看像这个突出的增长的快的 房地产和它相关的包括房租 这是这个基建法案的影响 那么电力呢是通胀削减法案 和这个芯片科学法案的这样的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呢 它实际上已经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个 深层次的长远的影响 再加上它的深入影响呢 影响到了这个最基本的名声 比如说它的园医工程师的工资啊 包括律师的工资啊 这些是在这个价格上涨上是有粘性的 也就意味着涨上去了 它不容易降下来 那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呢 就需要有对冲 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 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对冲 但是呢美联储呢 有自己的小算盘 它应该说是要即将完成 它非常贵货币政策的 这样一种正常化的过程 所以说呢有点急 因此呢在停止加息之后 它发出了一些暧昧的表态 比如说让市场上认为 它是不是很快要降息了呀 包括它对利息率的预测 说今年要降息几次啊 这些暧昧的表态呢 从预期上应该说是 没有起到对冲这个拜登政府的 这些产营和财政政策的 这个正向的刺激作用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 就使得说美国国内 它的通胀率 尤其是几项粘性很强的 产品的价格 或者服务的价格呢 就出现了一个抬头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从能源的角度来讲 地缘政治的冲击和动荡呢 应该说短期内 还看不到一个结果 那么这些动荡和冲击呢 实际上每一个每一场 都与石油价格有关 那么也使得说 应该是美国的通胀呢 出现了一种抬头的 这样一种动力 没错 事实上我们看到 美国的核心通胀 从去年8月份开始 就呈现了一个反弹的 这样一个趋势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那么3月份 美国核心CPI同比上涨 3.8% 的确我们也看到 有分析认为 美国正面临着 二次通胀 傅将有怎样的观察和判断 关于美国通胀目前的表现呢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用了一个词 说当前呢 出现了一些颠簸 但是现在外界普遍认为 恐怕目前的情况 没有你说的那么轻描淡写 我们来看一下 3月份的CPI在公布之前 其实呢 美国上下 已经有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测 说3月份的CPI 可能是3.4% 这个相当于 他们在公布之前 已经承认通胀有所抬头 结果事实一公布 发现比悲观的预测 还要高 3.5% 刚才提到的核心通胀率 他们之前呢 悲观的预测是3.7% 结果事实证明是3.8%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美国目前的二次通胀 正在逐渐的从担忧 一步步的迈向现实 刚才微量其实也提到 拆分来看 在这一次的CPI涨幅当中呢 住房成本的上升 汽油价格的上涨是主因 这个占到了3月份 CPI涨幅贡献率的50%以上 比如说我们说油价上涨 布伦特原油气候价格 近年以来呢 上涨超过了18% 而且从去年10月份 到现在第一次 占回了每桶90美元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 而且呢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测算 美国全国的平均汽油零售价 从年初至今呢 涨了15% 但是有个问题 大家看这个原油走势图会发现 其实我们这次看到的是 3月份的CPI的统计 但是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 快速上涨 出现在3月底 那也就是说 从原油再传导到成品油 怎么也得到4月份了 那就是说 虽然这次3月份的CPI 看着非常的夸张 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反映出 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 对于CPI的影响 那也就是说 未来4月份 如果说其他纸张不变的话 很有可能CPI会更加难看 突破4%也不是不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 目前美联储判断 这一次可能不是3月份的 一个偶然的 偶发的因素 很有可能是一个 从3月份开始 4月5月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 我们为什么关注美国的通胀率 因为对于通胀水平的控制 直接影响着美联储 对于降息的判断与抉择 显然眼下美国通胀下降的速度 并不足以让美联储决心推出降息 当地时间10号 美联储公布 3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称美联储就通胀问题 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近期公布的通胀数据 并未增强他们 对通胀持续降至2%的信心 部分与会官员认为 今年初以来 通胀反弹的基础相对广泛 地缘政治动荡 能源价格上涨 仍然可能推高通胀 但与会官员仍然普遍预计 美联储将在今年内降息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也公开表示 坚持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 由于3月CPI数据再超预期 华尔街分析师普遍认为 美联储6月降息 已经几乎没有可能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预测 美联储今年将降息两次 而不是三次 之前为了遏制高通胀 美联储通过一轮暴力加息 把联邦基金利率 从0%到0.25% 推高到了5.25%到5.5% 这样一个区间 本来美联储已经在酝酿 今年降息的事情了 但这一次的数据 显然带来了大量的分歧 认为降息延后次数减少 甚至今年要搁浅的声音 也是大有人在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 魏亮你的观察会是怎样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 实际上是美联储自己造成的 是他自己的政策进退失距 所以导致他的控制能力变弱了 首先就是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降不降息 还要不要降息 降多少的问题 那么降得太早 可能他的通胀率就上去了 这意味着他货币正常化的过程 或者他这个套路打法失败了 那这是他处心拘律 可能是已经想了十几年的事 是要名垂青史的 他不愿意这么轻易地就放弃 那么不降息呢 不降息可能带来的 同样是美国的 他这样一种经济的动荡 那么这种东西呢 实际上也是美联储 没办法承担的 因此呢 他现在需要把握的就是 这样一种节奏 如何该去做 那么现在通胀率上来了 就增加了他这样一种 后续政策判断的难度 第二个就是要说的是 这个通胀率上来之后 是对拜登政府极为不利的 也就意味着说 拜登经济学 他受认可的程度 又会降低 正值大选的前夕 那么可能对选战 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因此呢 拜登政府可能在这样一方面 会明里暗里地 对美联储施压 本来美联储已经很难受了呀 拜登政府在施压 他不是更难受了吗 再有呢 就是市场投资者的期待 和美联储对这个经济的 这种感知的存在 比较大的温差 一方面呢 就是市场的投资者 期待着降息 因为谁不希望 有一个更宽松的货币环境呢 大家好做生意嘛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对经济的感知 是经济不怎么好 而不是像经济数据 显示的那样好 那这种温差 就导致他们在预期上 比如说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调研 就发现 大家都认为 可能未来三年 通胀率是要不断地往上涨的 因此这样的一种预期呢 使美联储 它本身的政策抉择 就更加的拧巴 也使得它更难摸清楚 和市场应该如何 在下一步去沟通 如何实施它的货币政策 那么同时呢 我们说 从拯救这场金额危机 到货币正常化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美联储觉得它付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辛苦 对 那么现在呢 恐怕就是一个 功败垂成的时刻 美联储能不能挨过这个时刻 对它来说 至关重要 也至为艰难 没错 那么在两难选择中 我们看到拜登已经出来喊话了 他坚持对美联储 年内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期 这个意图是什么 那如果迟迟不能实现降息 美国又会面临怎样的压力呢 我的观察呢 美国通胀年性依旧 降息预期 雪上加霜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就先就您所说的 这个政治的角度 因为大选的这个考虑 如果说通胀不温不火 那么处于大选的考虑呢 拜登政府 他是有这样的动机 给美联储施压 说抓紧降量息 给我的选民呢 减轻点平时消费信贷的 这个还信用卡的压力啊 房贷还房贷的这个压力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逆转 通胀反弹了 这就给了反对者 抨击拜登政府 执政不利 提供了现成的武器 所以我们看到10号的时候 这个数据一发布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就炮轰拜登 说拜登就是美国历史上 最糟糕的总统 控制通胀不利 所以现在出于大选的考虑 控制通胀不利 捂不住通胀 这个是对于拜登 这个经济学也好 他的执政力量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批评 所以关于目前抗通胀的这个任务呢 拜登也是有这样的回应 他说 哎呀 现在美国的通胀 三月份 虽然数据出来了 但是相比于通胀最高的时候 通胀率呢 已经回落了60%以上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对于抗通胀呢 他用了三个单词来形容 叫top economic priority 就是说抗通胀是经济领域的 级别最高的优先级 也就是说对拜登政府而言 抗通胀比早降息 现在要重要的很多 而第二个角度呢 我们从政策的制定 是有滞后性的 因为之前大家普遍预期说 六月份不出意外的话 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呼声 是比较高的 那个前提是 美国的通胀率延续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 一直稳定下降的这个趋势 三四月份也都不错 六月份降息 但现在三月份出现了逆转 所以六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已经微乎其微了 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 降息最早 也得七月份的议席会议 甚至以后 所以大家第三方面 就是说这个研究机构开始猜 有的猜说今年降一次 或者这个概率 降到50%以下了 但是一次都不降的 概率越来越高 而高盛呢 我们看到去年11月份 估计说今年降一次 降25个基点 到今年初呢 他说不行 2024年我们预测会降五次 一共降125个基点 后来又改成说 今年降三次 二三四季度末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降三次 结果最近又改了 他说我们预测呢 2024年降两次 七月和十一月 所以他这种每个月一变 其实跟扔鞋已经差不多了 反映出研究机构的 这种混乱和矛盾 是 那么在降息问题上 受到关注的还有欧洲 当地时间11号 欧洲央行最新利率决议决定 继续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但市场却从欧洲央行行长 拉加德的表态中 读到了更多宽松的信号 我们来听一下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告说 主要载融资利率 编辑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 将分别维持在4.50% 4.75%和4%不变 这是欧洲央行 自去年十月以来 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欧盟统计局本月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欧元区三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4% 市场人士指出 本次拉加德明确提及放松货币政策 或将是提振欧洲经济的信号 与此同时 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任何分歧 可能都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波动 美联储将在今年开启降息周期 可以说是之前市场上 比较一致的看法和判断 那么当下哪些主要经济体在围绕着这一预期做政策选择呢 应该说现在首先是美国的盟友在做政策选择 大家都可以看这小片里讲 欧洲央行在做政策选择 他要做的是 也要结束他的这样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回归到常规上去 那么另外前段时间大家都很清楚 日本彻底的结束了他的宽松政策 那么也想向常规化的路径迈进 那么应该说呢无论是日本央行还是欧洲央行 他们跟美国的沟通都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那么同时呢当然我们说这里边也是听了美联储的忽悠吧 美联储在2024年以后呢不断的释放说 哎我要降息了 你们等着吧 这个信号 那么包括呢美国的财经官员在跟欧盟 在跟欧元区 在跟欧洲央行 包括跟日本央行的沟通当中 也不断的释放信号 你们干吧 意思是那可能后面是由我们在美国在撑着嘛 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 欧洲央行尤其是日本央行就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他们虽然经济数据还并不是很亮眼 通胀率呢也还是在一个我们说尴尬的空间 但是在这个时候 正是因为他们考虑到 有美联储这样一种降息预期的背书 因此他们能够提前的向这个正常化货币政策的这个方向去迈进 但现在问题来了 美联储看到了这个上升的通胀率之后 很可能会选择推迟降息或者是停止降息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你看尤其是日元 它的汇率呢又开始狂歇不止 那么同时呢 我们说日本金融市场的稳定呢 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日本央行该作何取态呢 是说我收回原来的话吗 还是我得靠着日本这个财政的资金去硬挺着把这个关过去呢 但问题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他们要等待多久才能到来才能配合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 显然就是美国的这些听信美国话的盟友们首先就遭了殃 本来想着是不是还能搭一趟便车 但现在看来恐怕首先得为美国的通胀去买单了 所以现在美联储到底降不降息已经有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包括富江刚才说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混乱的这样一些预期啊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觉得给各国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就我们以欧盟为例吧 你像美国现在降不降息举气不定了 欧盟跟还是不跟 或者说我是等还是不等 我是抢还是不抢 这就左右为难了 我们来说欧盟的这个三月份的通胀率2.4% 虽然距离它2%的通胀目标呢 还有点距离 但是总体而言算是控制住了比较温和 但是呢 今年以来欧元区的经济持续低迷 已经连续六个季度经济陷入停滞了 而且呢 截至到今年三月份 欧元区的PMI 也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连续21个月处于萎缩区间 就业市场也不景气 所以经济不好 再加上它的通胀率还可以 所以欧盟欧元区呢 是有非常强烈的降息的这个冲动的 之前也想了说六月份降息可能性很大 之前想的很好 说美联储呢也降息 我也跟着降息 但现在如果说美联储 因为自身通胀的原因 我按兵不动了 欧元区降还是不降 刚才我们提到的 降的肯定是有冲动的 但是降也有问题 因为如果美国不动 欧盟降的话 那么美欧之间的货币政策出现分歧 相当于美元相对而言 还维持着比较强势 但是欧元区一旦降息 欧元可能就会贬值 今年以来 关于欧元是不是会跟美元贬到 1比1的这个预期 本来就在升温 今年以来呢 欧元兑美元已经贬值了1.5% 现在是1欧元兑1.085美元 那如果说美联储就不降息 欧元区像之前的预测 降了三次 每次降25个基点 那就很有可能 欧元和美元会降成1比1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也提到 原油等等大宗商品 是在涨价的 那欧元如果贬值了 它的购买力就会下降 尤其能源成本 有比较高的情况下 欧元的通胀率 可能就会触底反弹 那就是说 本来通胀率还好 我降息为了救经济 但是因为我降息导致的 欧元的本币的贬值 带来购买力下降 我的通胀又上去了 所以对于欧元区来说 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而未来呢 对于美元强势 我觉得新兴经济体 也要做好相应的应对的准备 好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 欢迎回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讲话时说 他们试图平衡太快降息 和等待太久降息之间的风险 前者可能会再次引发通胀 而后者可能给经济带来压力 引发衰退 超出预期的CPI数据 印证了维持这种平衡的 艰巨性也远超预期 那么摆在美联储面前的 是一段愈发泥泞的道路 但看不清的降息前景 却不仅是美国经济头顶的 达摩克里斯健 也是全球经济 无法回避的挑战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